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论文第一作者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 那么最近有这么一篇关于学生和老师 争这个论文第一作者的情况 在网上又火了 某教授 师姓的教授 说他的学生不应该来抢一作 不应该来抢一作 这个学生从他这毕业去高校面试应聘 在他的学生的简历当中 他写了发表了六篇论文 六篇第一作者论文 但是呢 这个师姓列出来的 他写着他第一作者的只有两篇 剩下四篇 他是第二作者 第一作者是谁呢 那四篇论文 肯定是他的导师 那么因此用人单位 应聘单位就问他 说你这是不是不诚信或者是造假 于是他就说 这个论文呢 是他导师抢跑的 那么我们说这里有两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就回归到我们本身 这个今天讨论这个事情上 到底第一作者是谁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导师或者说一个教授 没有必要再去争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往往都是去写这篇论文的人 或者说去做具体的工作的 可想而知呢 如果你有学生参与 那么老师也参与 那你想会不会是老师去参与 老师去具体去做这个实验 具体去写这个出稿 当然了 学生碰到学生的这个英文水平很烂 或者说他写的这个主动性很差 那也许这种情况啊 让学生去做 结果呢 学生又没做好啊等等 往往是这种情况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正常 你来指导学生 那你不可能和这个学生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那肯定是你去帮助他 去克服很多困难 最后呢 去完成这个实验 写出来这篇论文 所以我觉得学生 如果你觉得让他去承担了很多工作 第一作者给学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论文 在这个文章当中啊 通篇没有说一个问题啊 没有说一个问题 为什么争一作啊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为什么是一作 因为一作在很多学校是有科研奖励的 这个是大家undercover的事情 又不愿意提到的事情 他只有一作 他才有奖励 同学是没有奖励的啊 那我想 懂的人啊 都懂 对吧 那么对于学生来说 他要毕业 当然他希望要第一作者 但是他要毕业 那么学校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认为第二作者 OK 你可以符合你的毕业要求 但是对于学生 以后去找工作啊 一个成果的积累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从实际的利益角度 刚才我提到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 从第一作者才有科研奖励啊 也就是money的一个情况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导师 你会怎么选 那么为什么这个论文里讨论了 大家都说来说去的 就是不说这件事情了 好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啊 我觉得 导师再去抢这个事情 也是 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 一个教授啊 或者一个博导 如果你还是有大量的第一作者 的论文出现 那也说明 说明什么问题 你的课题组并没有真正的成立起来 或者说你的学生都是并没有给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啊 如果你没有抢到 你没有去抢他的这个第一作者论文的话 我觉得 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 好吧 我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啊 好 那么祝大家呢 不管是 在科技组里啊 遇到一个好的老板 能够真正的 重视你啊 给你一些 我觉得respect是相互的啊 你要尊重学生 尊重学生的这个成果 尊重学生的这个劳动 也要为他以后的走上这条学术之路 对吧 这个paper啊 是要需要积累的和积攒的 尤其是国内目前的现在这种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也希望学生们啊 真的是学生 你要体会老师的良苦勇心 如果真的要有人 老师愿意给你第一作者的话 那是他已经放弃掉了学校的那个奖励 给你的第一作者的论文 我不知道这些学生会不会怀着一份感恩的心 去体谅和知道老师那份苦心 而不是说老师要求你啊 那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是我自己遇到过 很多我的朋友们在朋友圈里都说过啊 给学生改论文改到吐血 那可能会对学生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啊 当然这个要求呢 是主要来源于这个论文的质量和你投稿 对吧 你要达到这个期刊的最低要求 并不是老师以为的要去为难你 那你又能不能学生呢 我想能不能体体会到这个事情啊 如果你想发那你就不要把这个责任怪到你的导师身上 尽量的做好你的事情不要去把最基本的标点符号啊 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丢给老师去 我觉得只有这样啊 老师和学生 大家都用我们那个盛联方评书里说 教的真教学的真学是吧 嗯这样我觉得才能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啊 对双方都是好 那今天就这样